亲密关系 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更容易离婚吗 什么是爱情 爱情有什么构成 能持续多久 两性在发生一夜情 即选择终身伴侣上 有什么差异呢 爱情和信誉 是由不同的脑区控制的吗 亲密关系美满的秘诀 又是什么 有什么方法 能让婚姻持续一生 弥勒教授在亲密关系中 回答了这些问题 尤其澄清了 通俗心理学所宣扬的经验之谈 甚至某些错误观点 亲密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核心 处理的好 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 处理的不好 则会造成重大创伤 因此科学的认识亲密关系 攸关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 本书既适合研究亲密关系的专业人士 能给他们带来启发与灵感 也适合每个想爱情甜蜜 婚姻长久 人生幸福的普通读者 第七章 友谊 请回想一下 你最好的两个朋友 为什么他们和你如此亲近 为什么你把他们当成朋友 你是否可能只是喜欢他们 而非爱上他们 或者至少 你不是吃恋他们 亦或你可能认为 他们只是比朋友稍好一些 你可能和他们 共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 他们在身边 让你感到舒适安心 你知道他们也喜欢你 如果你需要帮助 他们都是你的依靠 的确 朋友能带给你非常多样而复杂的积极情感体验 朋友有时会让你厌烦 但你还是会喜欢他们 因为他们是你最好的朋友 所以他们能了解你不为人知 私人的信息 你喜欢和他们共处 并希望你们的亲密关系 能永远地持续 事实上 如果你回顾一下亲密关系的特征 就会发现 你和最要好的朋友之间的联系 的确非常亲密 您或许非常了解他们 对他们有着高度的信任和忠诚 您已体验到的关心程度 相互依赖性和相互一致性 可能没有和恋人相处时那么深厚 但这三个因素 在朋友之间仍会出现 那么朋友关系是否和爱情关系一样 只不过亲密程度更低而已 答案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 友谊和爱情关系的构成因素 是一样的 但各个因素的结合不同 并且 友谊通常也并不具备 爱情的某些成分 所以两者的构成并不一样 但友谊和爱情 有着许多要素非常类似 通过具体描述亲密伙伴的特征 本章能为我们对爱情的学习 打下基础 我们还会涉及一些其他主题 比如 友谊的各种特征 探讨男人和女人 是否能仅仅是朋友 专栏讨论 男性和女性能成为异性朋友吗 当然 男人和女人常常能成为异性密友 大多数人都曾和许多异性又过亲密的友谊 这种朋友关系 在大学生之间更是司空见惯 然而 一旦他们离开效率 大多数人不再会维持亲密的一心又一 为什么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呢 第一点 第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男性和女性成为朋友的原因 和他们接近同性朋友的目的一样 都需要人陪伴 共度美好时光 交谈和开心的大小 还包括同样的尊敬 信任和社会支持 因为在异性有余中 男性交往的对象是女性 所以 他们与女性朋友相处时 比与男性朋友在一起时 显得更加的开放和具有表达能力 的确 具有高表达性的男性 以及具有高工具性的女性 比他们的同辈更有可能 与异性建立亲密的友谊 一如既往 相向才能相惜 然而 异性友谊还会遭逢 同性友谊 通常不会遇到的障碍 必须做出选择 是继续保持纯洁的异性友谊呢 还是转变为爱情 友谊通常没有排他性 没有性含义 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当人们试图和异性 建立亲密的友谊时 就会发现 自己置身于完全陌生的领域 一性友谊最大问题 是朋友之间 是否会发生性关系 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认为 性事是个好主意 男性所判断出的女性朋友 对性事的关注程度 一般会超出 他们实际的想法 而女性一方 通常会低估男性朋友 想和他上床的 疑问程度 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些误会 大多数女性并不会回应 男性朋友的性渴望 尽管有时 男性会自我欺骗地认为 女性朋友会在性事上 报答自己 因此 在一项调查中 有五分之一的女性 和四分之一的男性报告 他们最讨厌异性 异性友谊中的性紧张 另一方面 性调都有时 又是人们最喜欢 异性友谊的方面 在一项研究中 有大约一半的年轻人 报告说 他们至少和一位 并非恋人的朋友 有过性关系 大多数情形 异性朋友认为 性是能改善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他们彼此更加亲近 却不会把朋友关系 转变为恋爱关系 因而 他们变成了 发生性关系的朋友 尽管如此 朋友之间发生性关系 总会带来很多问题 它会引起混乱 并使人们的关系 变得复杂 大多数的异性友谊 从来不会带有 性的色彩 的确 多数情况下 人们不会把异性友谊 转变为爱情 他们实际上会尽力保持 柏拉图式的伙伴关系 之所以这样做 有几个原因 有时 人们不愿意 冒着失去有价值的人际关系的风险 而把异性友谊 转变为爱情 正如一项研究中 被测试的人所报告的 我真的喜欢 与他的友谊 如果我们能成为恋人 这固然很好 但那样 我可能会失去 宝贵的友谊 其他原因还包括 缺少性的浴火 没有足够强的意愿 也可能存在 是反对意见的第三方 比如恋人 的确 如果异性朋友和其他人结了婚 那么他们的异性友谊 很难处理 大概看来 在婚姻之外 能提供 半户和关爱的异性朋友 能减少配偶一方的情感负担 然而 即使没有牵涉到现实 夫妻一方 与潜在情敌的亲密联系 都可能对另一方构成威胁 因此 已婚的夫妇 不太可能像单身男女 那样拥有亲密的 异性友谊 这正是大学生 在完成学业之后 异性友谊 不再那么普遍的 重要原因 又已发展 在本章的最后部分 我们来考察一下 对宝贵友谊 造成阻碍的个人特质 我们将重点研究 两个非常普遍 而又令人痛苦的问题 即羞怯和孤独 我们都清楚 羞怯者和孤独者 通常都希望建立亲密的友谊 但他们的行为举止 却往往使他们 很难做到这一点 如今 我们或许需要 身边的每一位朋友 在2004年 对全美国有代表性的人群 面对面的访谈研究 美国人的亲密友谊 并不如过去那样普遍 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知心朋友的人 从1985年的10% 猛增到2004年的25% 每四个美国成人中 就有一位 根本没有好友 无法向好友寻求亲密忠告 和社会支持 另外有19%的人报告 他们只有一位知己好友 整体看来 人们亲密伴侣的平均数量 从三个 骤降到了 两个 许多大学生在Facebook 校园交员网站上 有几十或上百个朋友 但这些网友 并不是能够提供丰富的 有价值 有意义的 亲密感的伙伴 一旦他们离开大学校园 只有一半多一点的美国人 还能和没有实际接触过的网友 成为亲密的好友 许多美国人没有好朋友 毫无疑问 羞怯和孤独 使情况变得更糟 羞怯 与人交往时 你是否会感到焦虑和拘谨 担心别人对你的评价 交谈时觉得自己笨嘴灼舌 大多数人都会这样 80%的人都体验过羞怯 羞怯是一种 表现在心理和行为上的 综合症状 在社交情境中 有三种表现 紧张不安 寡言少语 和拘谨压抑 当人们在社交中 感到羞怯时 他们通常担心社会职责 忧心忡忡地 预计别人对自己的科评 羞怯者在与人闲聊时 还会感到扭泥作作 笨拙无能 局出不安 效率低下 因此 他们的社会交往 会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 如果他们不能完全避开 人际交往 他们的行为也会表现出 拘谨防卫的特点 看向他人的目光 保持的微笑 讲的话 以及应答性的交谈 都明显地匮乏 与坦然自若的人相比 他们应对日常谈话的能力 非常低下 几乎任何人 都会不时地收到 羞怯的困扰 当我们置身于陌生的环境 第一次见到有魅力 地位高的陌生人时 很容易产生羞怯 但是当我们在熟悉的环境下 和老友交往时 则不太可能会感到羞怯 然而有些人会 长期习惯性地感到羞怯 更频繁地体验到羞怯 与坦荡的人相比 他们具有三个特征 首先 惯常羞怯者 害怕别人的负面评价 一想到别人讨厌自己 他们就坐卧不安 他人的嘲笑和藐视 更令他们害怕恐惧 他们对社会指责的担忧 要胜于其他人 其次 他们倾向于怀疑自我 低自尊通常伴随着 习惯性的羞怯 羞怯者往往会产生 包括低自尊在内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后 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他们会感到自己能力不足 有时还能找到充分的理由 整体看来 他们的社交技能不如坦荡 豁达之人 羞怯者这种 负面的认知和行为缺陷 令人深厌 使得他们与人交往时 进退两难 他们担心别人的看法 害怕别人的指责 却又觉得自己 没有能力营造辽行的印象 以消除此类指责 结果 他们的社会交往 通常显得小心谨慎 微微缩缩 这会打断 转移别人对自己的兴趣和热情 比如 如果羞怯的男性 发现漂亮的女人注视自己 他们不会回望与之对时 更不会微笑问好 相反 他们的眼神游离不定 一眼不发 本来两性之间 可以进行的两性沟通 男性一旦显得羞怯 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无论人们的羞怯 是暂时性的 或习惯性的 只要他们胆怯畏缩 就会给人留下负面印象 而这恰恰是他们 与人交往时 希望避免的 他们疏离冷漠 毫无价值的行为 并不能博得别人的同情 反而经常 基于人以 沉闷单调 幸违索然的印象 我们且来彻底地分析这一现象 设想 你在一个舞会的现场 一些熟人 三三两两地 在舞池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他们向你嚷道 来吧来吧 鼓励你加入他们的行列 但你对自己的舞步没有信心 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愚笨 所以你待在了舞池的边缘 你当然想和他们一起跳舞 但却过分在乎 别人对你的评价 所以你躊躇不前 保持观望 这种沉默寡言 会妨碍你的社会交往 它当然不能表现 你的随和友善 也无助于聚会荒快 狂热的风味 你只是干站在那 你的心里或许还觉得自己很友好 但别人从你的行为表现上 很难觉察到这一点 你当然不喜好跳舞洗脑 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 你或许看上去有点 笨手笨脚 呆头呆脑 的确 或许更稳妥的做法是 与其一个人在舞池边上 尴尬地站立 给人负面印象 还不如加入跳舞的队列 笨拙地舞动起来 只要你生气勃勃 心高采烈 没有人会在乎 你的舞姿怎样 但是 当你站在舞池边 了无趣味的时候 人们的确会注意到你 事实上 修竊行为并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 修竊所表现出的懦弱 寡言和犹豫的行为特征 看来好像冷漠无情 不太友好 和和群的行为相比 修竊行为 很可能引起对方冷淡 和排斥的反应 久而久之 修竊者更可能受到别人的忽视和拒绝 而得不到他人的谅解和恭情 而这样的人际反馈 又会强化他们的修竊 例如在团队中 修竊者表现出的含蓄 沉默 会让团队其他成员认为 他们不是很聪明 更糟糕的是 与豁达之人相比 修竊者结交新朋友的过程 更为缓慢 坠入爱河的次数也更少 他们的友谊 一般也不怎么令人满意 和具有支持性 所以他们也往往更加孤独 这些影响非常重要 平均来看 社交修竊的男性的 结婚年龄 比他们的同辈要晚四年 因而 修竊行为 只会使个体的修竊感 更为严重 很显然 在社交生活中 自信满满的表现 通常比修竊 懦弱要好得多 当然 修竊有时也是有益处的 当人们真正地 遭遇心意情境 不知道如何行动时 片刻修竊的警惕作用 可以防止他们 举止失当 然而更常见的是 修竊者会被社会指责 所带来的威胁 吓跑 而这种社会指责 根本不曾发生过 或者永远也不会出现 所以他们的修竊 完全没有必要 反而是起相反作用的 心理负担 有一些正式的培训项目 帮助人们克服习惯性羞怯 教导羞怯者 要用积极的心态 来认识和思考问题 帮助他们应对焦虑 并正确理解社会评价 还重点教授 如何开启谈话 和果断处事等社交技能 在角色扮演任务 和其他实践训练中 会一直排演练习 积极思维和有效的行为 直到受训者 能独自得心应手地 引他们维持 然而大多数的修竊者 可能根本就不需要 接受社交技能的正式培训 因为他们只要精神放松 不再担心别人的评价 就可以表现地 坦荡或达 假如现在的你 正受到羞怯的困扰 只要你实际上 能较少在意别人 对你的看法 就能给人留下 更好的印象 Mark Larry的一项有趣实验 证实了这种可能性 实验要求被测试的人 在一个模拟单身酒吧的热闹 嘈杂环境下 会见并招呼一位陌生人 Larry将谈话声 三首不同的歌曲 电谈 静电噪声 和聚会的喧闹声 祝福大笑和叫喊声 等不同的声音叠加在一起 制作出多音轨的录音带 并且 在每对被测试的人 交谈的时候 以略微令人讨厌的音量 播放磁带 重点在于 所播放的磁带音量 总是很定的 只不过 告知一些被测试的人 噪音太响亮 可能会干扰他们的谈话 他们很难轻松愉快地聊天 而告知另外一些被测试的人 噪音足够轻柔 不会有什么影响 一旦被测试的人 形成适当的预期 就让羞怯或不羞怯的被测试人 和陌生人单独相处 与人独处的场景 对于羞怯者 通常具有威胁意义 Larry 监测了被测试人的心率 以便追踪他们的焦虑和唤醒水平 研究结果所示 当噪音轻柔 被测试的人 拙劣地交往 找不到好的托词 羞怯者就会表现出 比正常人高得多的唤醒和焦虑 他们的心率变化增加到三倍之多 更糟糕的是 事后观看自己的谈话录像的人 也显然认为 他们羞怯不安 另一方面 当他们有了降低 社交预期的托词时 则他们的社交行为看上去 一点也不羞怯 这种情况下 当他们开始和陌生人交往时 他们的心率增幅正常 适度 也不会给观察者 任何羞怯的迹象 有趣的是 如果他们的交往行为 表现拙劣而无可指责 Larry研究中的羞怯被测试人 则能保持相对轻松 舒适的心态 可以毫无困难地 与陌生人交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他们能以平和的心态 来思考 即将发生的人际交往 修怯感就会消失 他们的修怯 并不是因为长期缺乏 社交技能造成的结果 修怯取决于交往发生的背景 同样的 当修怯者 能以相对匿名的方式 以及轻松自在地 以自己的节奏 和他人进行在线交流时 他们就能更加地放开 与不修怯的人相比 他们认为自己 与Facebook上网友的交往 更有价值 他们结识了很多网友 并且觉得这种交往 很有意义 但如果在线交流 使用摄像头 双方能实时同步地看到彼此的影响 修怯者又会恢复原来的沉默广言 他们的自我表露减少 修怯特征再次变得清晰可见 如果修怯取决于修怯者是否受到别人的注视 那么人们 包括你在内 根本不需要基本社交技能的培训 他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镇静和自信 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但修怯者应该考虑另一种选项 一味的修怯并不能帮助他们赢得朋友和影响别人 那么相信自己 并期望交往能顺利进行 又能失去什么呢 孤独 在社交场景中 我们有时会感到焦虑和胆怯 有时还会因为没有亲密朋友 而感到不满和苦恼 这两种社交体验并不一样 如果我们有所期待的人际关系数量和质量 与我们当前实际情形存在较大的差距 就会产生令人不悦的厌烦 悲痛和绝望的孤独体验 孤独与独处并不是一回事 在完全独处的状态 我们通常也能感到满足 相反 当我们想拥有自己当前所没有的 那种与他人更多 更亲密的接触时 就会产生孤独感 因此 如果你与他人的人际交往很淡漠 即使你身边有很多人 或者你在Facebook上 有很多的朋友 你可能仍然会感到孤独 孤独有着不同的层面 心理学家Robert Weiss 首先提出 人们会受到两种孤独的困扰 其一是社会隔离 指的是 我们不满于缺少朋友和熟人的社交网络 而引起的孤独 其二是情感隔离 指的是 我们缺乏深厚的人际关系 而引起的孤独 这两种孤独成分 在UCLA的孤独量表上 都有所表现 该测验已广泛地用于成人 孤独的研究 UCLA的孤独量表 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首先 是与他人的隔离 孤独者 感觉自己 形单引之 与他人的接触次数 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 其次 他们还会觉得 与他人的亲密接触 也达不到 他们所期望的程度 最后 如果与他人 总体的社会联系太少 也会引起孤独 孤独者感到 他们与朋友 和玩伴的联系不充分 所以 他们在人际交往中 体验到的快乐很少 也没有足够的 社会支持 如果 人们的社会联系 非常糟糕 则会受到伤害 在第一章中 我们曾提到 人类有归属需要 孤独正是归属需要 得不到满足的恶果 长期来看 孤独者与那些 有着丰富 满意友情的人相比 他们的血压更高 血液中 印记荷尔蒙的水平 也更高 他们的睡眠质量很差 免疫系统的功能 也不正常 孤独对老年人 整体幸福的损害 非常明显 对美国 爱荷华州 3000名老年人的 追踪研究发现 孤独的老人 4年之后 有40%的人 进了疗养院 而社交活跃的老人 则只有10% 进入疗养院 久而久之 孤独对我们的健康 会造成巨大 有害的影响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 孤独通常是一种 短暂的状态 任何人与自己的 社交圈子 隔离一段时间 都会感到苦恼 但它持续不了多久 重新回到自己的 社交圈子 或者建立了新的友谊 孤独就会结束 令人不安的是 与孤独有关的 一些个人特征 具有耐久性 只能逐渐地加以改变 举一点来说 孤独具有遗传性 也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 孤独的变异 约有一半 百字基因的影响 这种影响 是出生时就继承的 有些人在社会生活中 确实天生就比一般人 更可能体验到孤独 的确 人们的人格特点 能预测 他们后来孤独的程度 高水平的外倾性 随和性和静责性 都和低孤独有所关联 而高神经质 会增加人们的孤独感 孤独也会随着 其他更具有变化性的 个人特征而变化 不安全型依恋 就是例子之一 依恋的两个维度 忧虑被弃和回避亲密 都与孤独有关 人们忧虑和回避的程度越低 他们体验到的孤独 一般更少 自尊是另一个影响孤独的 可变化的特征 和社会测量理论的 自尊假设相一致 不能和他人保持满意 充实的人际联系的人 一般不怎么欣赏他们自己 孤独者倾向于低自尊 而且平均而言 男性比女性更孤独 但更多的取决于 他们当前是否 能与女性伙伴保持亲近 因为女性常常与其他女性 有着亲密的友谊 即使她们没有任何约会亲人 她们在生活中 通常也能和其他女人 分享亲密的情感 男性则相反 她们与其他男性 只能保持相对肤浅的人际交往 一般只有在和女性交往时 她们才能真正敞开心扉 因此 男性似乎依赖于女性 以避免孤独 而女性则不会反过来 依赖男性 避免孤独 然而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 大丈夫时的男性 才真正需要女性来防止孤独 能够促进人们有意义 充实的人际交往的心理要素之一 是表达性 表达性是使人变得热情 敏感和亲切的品质 具有表达性特征的人 看来不太可能感到孤独 女性往往有较高的表达性 这可能是她们不会像男性那样 孤独的主要原因 但是双性化的男性 也有着较高的表达性 与更传统的大丈夫时的男性不同 她们并不比女性更孤独 所以男性和女性在孤独上的总体差异 看来是一种性认同差异 而非性生理差异 如果没有表达性高的伙伴为伍 在她们的生活中 注入亲密 表达性低的人 往往会感到孤独 但许多男性和大多数女性的表达性 一样高 她们不需要依赖女性 以防止孤独 最后 如果人们感到孤独 她们的生活 就会了无趣味 她们在对待他人的消极态度上 表现出的苦恼和绝望 显而易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孤独者所怀疑和讨厌的人 往往恰恰是 她们要向之寻求接纳和尊重的人 可能导致的结果是 她们的人际交往通常 单调 沉闷 吃顿乏味 孤独者对别人的话语 反应迟缓 不会询问任何问题 从他人不带恶意的话语中 却能评读出拒绝 所以 与孤独者聊天 没有任何乐趣 此外 她们不会进行太多的自我表露 她们的谈话通常 淡漠肤浅 毫无意义 所以 她们很难形成 她们所渴望建立的 清理关系 不幸的是 所有这些都逃不开 别人的眼睛 孤独者奉饰极俗的观点 和迟钝乏味 半心半意的处事方式 经常会引起他人的消极反应 他人一般会认为 孤独者并不十分了解和喜欢自己 孤独和羞怯相似 都存在可能的自我延续倾向 但孤独的效应 可能更加的强烈 尽管羞怯行为实质上 并无害处 羞怯者只不过显得疏离冷漠 但孤独行为 却有破坏作用 令人憎恶 羞怯者只要与人保持距离 但孤独者 却会烦扰和激怒我们 在大学校园里 孤独的学生与同伴的交往 几乎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多 但他们体验到支持和关爱之类的积极结果较少 而消极结果 如冲突和怀疑 却较多 因而 即使孤独者身边有许多人 他们的行为方式 却令人深厌 这使得他们的孤独 更严重 雪上加霜的是 孤独还会引起抑郁 抑郁是比孤独更宽泛 更不满和苦恼的状态 孤独产生于人际障碍 而抑郁则来源于各种各样的失落和挫折 但他们能相互激怀对方 抑郁使人更难有效率地 行动以吸引他人 除了悲观和忧郁之外 抑郁者还会表现出可赠的行为模式 即过度寻求保证 他们持续不断地探查 以确保别人喜欢并接纳他们 但当他们得到保证后 又质疑这种宣言的真实性 在不满和焦虑中 他们仍继续寻求更令人幸福的安慰 也逐渐把他们伙伴的耐心消磨殆尽 上述孤独的影响 没有一条令人愉快 孤独者又应该怎样克服呢 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孤独 前面的论述可能看起来非常悲观 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 有些人可能很容易遭逢孤独 但我们面对的环境 显然也有影响 无力的环境会使任何人变得孤独 但环境会发生变化 所以始终保持希望 非常的重要 孤独未必一直持续 的确 当年轻人被催眠 并要求他们想象友谊 和归属感的体验时 则和他们把注意力 集中在孤独感时相比 他们更少羞怯 更好交际 更加快乐 更不孤独 个体的观念就能引起 巨大的变化 相而言之 如果大学新生 能把他们的苦恼 归依于不稳定 短暂的影响因素 而不是他们自己 或者其他人持久的缺陷 他们就能更轻松地 克服孤独 把自己的孤独判断为 暂时的 或能改变的困难 就能乐观地 期待事情会好转 而充满希望 比消极悲观 更有可能 一直好孤独 再者 因为孤独产生于 我们所期望的伙伴关系 与我们当前已拥有的人际关系 之间的落差 所以孤独者 应该当心 别把自己的眼光 放得太高 例如 离家求学的新兴学子 通常有段时间会感到孤独 孤独伴随着 新意的 陌生的新环境而发生 但在接下来的一年 那些只想结交新朋友的学生 通常都能得偿所愿 变得不再孤独 而那些渴望寻觅浪漫爱情的学生 通常会感到失望 变得更加的沮丧 要克服孤独 我们就应该寻求新的友谊 而不是爱情 尽力使自己显得友好 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孤独 小心你自己的任何乖地 自我挫败态度 你是否开始认为 人们一般都是自私的 浅薄的和没有良心 这种消极的人生观 几乎肯定地会降低你的魅力 并且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你所期望的也许 正是你所得到的 的确 如果你能采用更积极的方法 关注他人的优秀品质 期望他们愉悦友善 并且耐心地承认 友谊的确立需要花费时间 你就可能会享有 与他人更有价值的交往 请你思考 David和Annie在一起读研究生时就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他们同一年入学 选修了同样的课程 还在课外的几个项目上 一起精神合作 他们了解彼此 双方都尽责 聪明 并且完全尊敬和信任对方 他们彼此知悉对方最私人的秘密 一起游玩时 他们感到极大的快乐 他们都不是莫属成规的人 能分享具有讽刺意味 不落俗套的幽默 其他人不怎么看好的笑话 却经常能引起他们的开怀大笑 在Annie完成他博士论文的那天晚上 他们喝醉了 几乎发生了性关系 却被人打断 机会就这样溜走了 不久之后 他们毕业了 在美国不同的地方 找到了工作 他去了加州 而他去了米尼苏达 而今六年之后 他们都已结婚了 只能在每年的学术会议上 才能见上一面 你认为David和Annie之间的 友谊未来会怎样 为什么呢 我期计划acc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